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是 首先来说 这个世界没有事情是不可能的 如何才能做到行政总裁呢? 当然有很多不同的因素 你自己的工作能力 投入 别人的赞赏 都会有影响 稍后我再回头再讲这个问题 但是实在来说 做行政总裁 这个非凡人生实在是两方面的 是有 喜 又有苦 就是 这个孙田虎立 也有的 不是说只是好的 我先讲讲好的 为什么要做行政总裁呢? 行政总裁都 一定有他的好处 是不是? 第一 当然是 由利那里看 刚才大家都一直在 问投资 那当然对钱看得很重 那行政总裁呢 假如在一个 不要说太小的公司 只有两个人公司 那些都不叫行政总裁 那当然是一间 比较略具规模的公司 你假如做行政总裁 那那个入息呢 我相信 应该是有数百万 去到是过亿的 看这个情形而定 所以做行政总裁 第一件事 那当然 入息就 过瘾一点 那第二呢 你拿起来的人 拿起来的人 当然是好的 因为没有人 是喜欢 整个人都被人 被人骂 那你可以骂人 可以碰人 那实在 这个就是一个 就是那个叫做 自尊 就会提到最高 那还有呢 就是 因为你做了行政总裁 你有很多决定 你去做的 所以呢 你会发觉 这个也是不好的地方 但是 是很happy的 就是你会发觉 你身边周围 有很多的 俗语叫做 擦鞋仔 哇 周围 在你周围 你只是说句话 错了 原来你都发觉 会说 sir 你真是英明神武啊 你自己会被这些 完全无厘头的赞赏 搞得你轻飘飘 也很容易会做错 那这个呢 也是一个行政总裁 会面对的 那还有一个好处呢 行政总裁呢 是应酬很多的 应酬很多 会有什么呢 有很多好东西 人家请你去吃饭 但是 一定不会请你去大大当 对吧 那你就经常吃好东西 所以呢 就变成了 我觉得就是 做行政总裁呢 就 有钱 有权势 有这个面子 别人给食物 吃就吃得好 那这些都是好处 那当然了 你的入息好呢 你的生活的质素一定提高 这个是好处来的 但是实际说 太多好的地方呢 就是错的 原来那些行政总裁呢 有很多很多的头痛东西的 那么第一呢 他责任重大 你想想 在一间公司 你要做个行政总裁 实在就是说 股东 将 他们的钱 交给你去做 做这盘生意 所以呢 你的责任是什么 你一定要帮他赚钱 为什么要 让你做行政总裁呢 因为你可以帮我赚钱 所以呢 旧时 AIG 美国这个 这个叫做 国际保险集团 前一届的 那个总裁 怎么说呢 他说 任何人都可以做我公司的总裁 但是 他每一年 他一定要使我公司 增长百分之二十 他的理论很简单 任何一间公司 假如他每一年的增长 是低过百分之二十的话 这间公司 只是时间上的关系 遲早就被人吞了 所以呢 你做我的 公司集团里面的总裁呢 假如你是做不到 百分之二十的增长一年的话呢 你就 自己 所以 你可以看到 当你做过行政总裁的时候 你有一个很大的责任 是要使公司去赚钱的 那么行政总裁呢 因为我其他的行业 对不起 小弟就没有做过 我呢 五十年里面 就只是做一件事 就是做保险 所以呢 我只能够用保险的情形 和大家说 做一间保险公司的行政总裁呢 第一件事 就一定要有生意 没有生意呢 实际上任何的生意都是 做任何的行业都是 没有生意呢 就听执的 那么保险公司 尤其是你没有生意 就不行了 所以行政总裁第一件事 就要有生意 第二呢 就要开源截楼了 那怎么能够和老板赚多些钱呢 就要开源截楼了 那一定不要和他扔钱出街 那这个呢 就很矛盾的 那我不知道你们家里 或者亲戚朋友 有没有人是做过保险的 那前几年呢 就做保险的行业呢 就有什么呢 有叫做 握手费 不知道你听过没有 什么握手费 就是说你在A公司做 我在B公司 我觉得你很好 又跟你谈 怎么样 张小姐 你现在一年入息多少 你现在做得这么好 一年又300万了 这样 我呢 握手费 现在最近我听到 最高是三倍 就是900万 当然他有不同的方法给你 但是我答应你来 我就给你900万 那么 是不是很过瘾了 但是呢 不要忘记 你可能骗错 骗错保的 原来做保险这个行业呢 我自己发觉 是最难看的 为什么呢 有些人 你看下去 觉得他很棒 很厉害 一定做得到 但是回来之后 轻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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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轻 但是 那些是搞不定的,是爛爲 有些人看上去,這個東西行不行的 原來他做得很好,所以沒得看 所以他走去說,我給你300% 你來參加我的公司 他來了做得好,你這筆錢 投資都還勉強OK 但是假如你投資下去,他做得不好 他只是打工而已,你給他 先給他的錢,人當然是這樣的 有誰過去你們這麼多年的工作經驗 在你的入息裡面 這麼多年的入息加起來,你肯定很穩定 能夠儲得5-10% 有沒有呢?我相信有,但是很少 大部分人都是生癢的,一190% 借過份錢就 這件衣服很漂亮的 這個trip很划算 進去試玩一下吃吃吃吃 或者這種股票很好 買完後,原來就縮了水 所以我們最後不是能夠取太多錢 所以你給他這麼多錢,他怎麼呢?他就花了 他花了 花了那麼多錢,怎麼可以追回來呢? 所以有很多的追款的情形 所以你做一個行政總裁 尤其是你要負責做生意 一,就要確保有生意